新北市纪录片今年的首奖作品是 徐自强的练习题 徐自强因为一段司法冤狱 缠送20年最后高等法院判决无罪 导演用第一人称回顾整起事件 看见司法体制的缺陷 导演说其实他一开始也很难相信 徐自强是冤枉的 但是这种先入为主的心态 就是造成冤狱的主因之一 他说这不仅是徐自强的练习题 更是司法改革的练习题 原判决撤销 被告徐自强 判决结束无罪 他刚刚真的说无罪 第一我要感谢了你太多 一家人的律师一直不放棄 所以我才有 才行等到天净 他是徐自强 为了这一句无罪 他的人生被戳脱了20年 我们很相信 我们很快来这 我们才知道 一段冤狱 让徐自强从27岁被关到43岁 经过家人和司改会救援 最终获得平反 纪录片导演姬月军认为 应该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件冤案 从原本只是拍摄记录 转而透过影像关注司法人权 并拿下2015新北市纪录片首奖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过死刑犯 如果之前在电视新闻上看到 有夫人哭得不成人心 说要抢救她的儿子 我压根也不会相信这会是个冤案 因为每个妈妈不都是说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吗 片中导演使用第一人称方式 交叉访问民间司法改革会 带领观众重新回顾这段故事 追溯当年事件真相 并同步探讨大众接受媒体资讯的问题 因为虚案而产生的大法官无保扰事件文 不仅让徐自强获得再审的机会 确实也降低了我们 因为他人的任意自败 即背叛有罪的可能性 代表的意义是 应该是我们国家也没有办法确实的 落实无罪推进原则 尤其是法官 法官不是神 他做的是神的工作 导演用纪录片进一步探究 死法人员面对真实的态度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无罪推定的精神 天公白啊 你若有在看 爱不必 不必须自强烂 我觉得整天跟整二十 不过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我希望这二十年 这场梦能到今天 就赶快醒过来 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真心